O.O 哈囉大家好 我是沙鱼 所以今天是這個如實行卡介紹 第一張這個勇魂之王 諾茲多姆 將雙方的水晶改為10顆 那這改為10顆水晶應該是10星的水晶 所以打出這張牌之後 等於說他 有點內建一個昆恩的感覺啦 又比昆恩還要強 因為昆恩你還是要10顆水晶才能打嘛 可是這個傢伙就4顆水晶就可以打了 所以比昆恩強大概6顆水晶然後再加1加1 不過昆恩是2選1啦 就是昆恩你還可以選擇回甲 可是像諾之洞你就完全不能回甲 可是你4費就可以直接長到10顆水晶其實超級強啦 這個感覺很像是一個對抗快攻 感覺他們塞給聖騎這張牌一方面 就是想要讓聖騎玩控制然後還有快攻 就等於說你擔心第4輪到第10輪不知道該做什麼事嗎 不要擔心你打張牌就對了 這其實還蠻厲害的 就等於說你可以直接略過第4輪到第10輪中間的部分啦 也讓之前儀式同盟的NERV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大 因為等於說你現在有個非常快長水晶的方法 只是這個長水晶的方法感覺 我覺得第4輪打跟第10輪打有非常大的差異 所以第10輪打還是很好啦 可是第4輪打跟第10輪打感覺第4輪打的時候 張牌的強度明顯提升很多 而且感覺抗快強度也變強蠻多的 因為4費88然後還有個應該相對算是正面戰狼應該算是蠻厲害的 因為假設你4費會打這張的話代表你受傷應該有一些大型的解牌 像是火戰一絲同盟之類的東西 所以變成說這張牌就無論如何還是一張好牌 因為你是控制牌主的 你有抽牌然後對手快攻如果打完直接把他的東西全部都打完的話就會爆炸 然後你如果沒有AOE的話你理論上就不會打這張牌啦 我當然也要看接下來其他牌是什麼 可是他們還幫聖騎印了蠻多蠻不錯的控制牌 所以我覺得有魂之王諾之多姆應該是一張非常強的控制牌 那接下來是這個拉茲爾特使 那拉茲爾特使其實跟之前的那個好奇量跟草長得非常像啦 可是他們其實也不大一樣 這邊三選一這種東西其實你不要跟W1的二選一或是四選一來搞混啦 因為在英文上面他們是完全不一樣的關鍵字 所以他是不會觸發那些神秘的德魯伊二選一體系的東西 所以這些三選一跟德魯伊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因為英文是看三張牌而不是選一個 所以我覺得中文可能可以翻得再好一點點啦 不過反而總而言之就是 拉茲爾跟亮跟草不一樣的地方是拉茲爾是看對手手牌 然後亮跟草是看對手的原始牌堆中 所以拉茲爾特使是有可能拿不到牌 就是假設對手一張牌都沒有的話 對就是你永遠都不會猜中 那如果說對手只有一張牌的話 應該也只會三選一裡面只有一張是真的對手牌啦 然後所以就有點討厭你對於META的理解程度 不過你相對可能也可以 假設你沒選到的話你其實也可以得到一些資訊 因為想必他是剩下你沒選到兩張牌其中一張 而且是握在他手中 所以資訊量理論上是更大的 而且亮跟草是三費然後拉茲爾特使是兩費 所以就絕對是變強的 就資訊來說是變強然後就 就體質來說也是變好的 因為他們幾乎是有一樣的戰吼然後 費用還降低這樣 那接下來這個龍騎士托莉莎 所以這是三費三三 死亡之聲師賦予女手中一個龍類加三加三 和這個死亡之聲效果 蠻令人想起來就是以前聖騎的這個傳說武器啦 有點類似聖騎傳說武器這種感覺 那他就會一直疊加到另外一個人身上 然後假設你可以直接觸發死亡之聲效果的話 他其實就會一直 他就可以疊起來啦 疊上去 這樣之類的 不過這個龍騎士他的效果比較局限一點 因為龍騎士的效果他 你必須手上要有龍他才會一直疊 可是瓦蘭尼爾你只要有手下他就可以一直疊 所以龍騎士是比較難 比較難持續性觸發的 可是瓦蘭尼爾是很容易持續性觸發的 不過你接下來會看到有非常多非常好的聖騎士龍啦 所以聖龍騎士之後 我猜應該會是一個蠻好的牌組 所以像龍騎士 錯莉莎還有剛剛看到那個勇魂之王 應該都是很好的牌 再來是守住甲板 然後支線任務是引你的英雄攻擊兩次 然後獎勵是將三個爪擊 法術放到你手中 那這是一個德魯莉的支線任務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支線任務跟任務好像是要搶同一個格子的樣子 所以你沒有辦法同時掛支線任務跟德魯莉的任務 所以導致這張牌變得比較不好一點 如果說你是玩任務德的話 你其實蠻想要守住甲板這張牌的 因為你如果玩任務德的話 你第一輪打這個魏晶潛能 然後第二輪如果可以打守住甲板 然後你蠻容易就可以攻擊兩次 然後就直接解完這個任務 然後又給你更多這種小小的抓集解牌 其實就是任務德想要做事啦 可是因為他跟任務德本身有點相衝 所以這張牌的任務德裡面相衝來說就沒有那麼好 可是德魯伊如果你是偏控制的話 給你三張抓集其實你還是可以做蠻多事情啦 就是看快來說其實他是一張不錯的牌 不過你還要再花水晶去打出抓集其實是有難度的 然後另外一點是他其實有點想要推 這個迅猛龍鋼克的感覺 因為你鋼克可以讓你一直做攻擊的動作 然後鋼克當然就會想要更多抓集 主要的combo應該是鋼克 然後再配上佛洛普的神奇免疫啊 這幾張牌然後可以讓你有更多水晶 然後疊這個支線任務 然後再拿到抓集 然後讓你的攻擊變更大這樣 搞不好這是一張不錯的牌說不定我覺得 因為就抗快來說其實德魯伊 喜歡更多抓集 因為抓集會給你更多護甲 所以你臉可以接更多傷害 然後可以給你更多攻擊 來解一些一般來說很難解的東西 接下來這個掃除障礙 那支線任務是召喚三個有衝刺的手下 然後獎勵是召喚一個有衝刺的士師師救獸 這是獵人的法術 然後一樣是支線任務 召喚三個有衝刺的手下對於獵人來說 我覺得現在是比較簡單一點啦 不過一定要衝刺 所以像是胡佛那種東西就不會運作 就像標準裡面有這個很強的 圈爪三貓 然後也有沙漠之貓這種東西 然後我猜如果說你把東西變成衝刺的話 他大概也會運作啦 然後當然還有哈拉奇這種東西 然後這個蝗蟲跟釋放野獸 現在的這個獵人任務其實也蠻喜歡做一大堆小衝刺的感覺 所以掃除障礙也有點相對來推這個獵人任務啦 就支線任務跟任務本身是 應該是不算搭的啦 可是你如果你可以先解完任務 再放支線任務上來 當然也是OK 我覺得支線任務跟任務會卡格子 其實還蠻尷尬的 我們現在是瘋狂的虛空之翼飛龍 這是五費五五的觸世龍 然後戰武士如果你手中有龍類 對全部其他角色造成三點傷害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地獄烈焰的戰吼啦 也會打到對手臉也會打到自己的臉 會跟一些在開放裡面跟你臉受傷會作用的東西 會一起觸發 然後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強的戰吼啦 因為地獄烈焰本身是一個四費法術嘛 然後多一個條件 然後你就可以用一費再拿到一個物的體質 然後他自己本身還是龍 其實這本身 會讓人想起來之前牧師的那個 牧師這個破木龍 有玩過破木龍你就知道 破木龍是一張非常強的抗快牌 瘋狂的虛空之翼飛龍感覺也是 一張非常強的抗快牌 他應該會取代就是繼承褻毒的衣箔啦 就變成一張 術士帶人手都要一張的牌 然後 你說術士本身 帶也需要帶一些龍才能夠穩定的觸發這張 可是龍在過去你如果一定要帶龍的話 我記得好像是九條龍還是 九條龍到七條龍之間 是最低限度 所以 這本身就已經是兩條龍 所以你只要再找五條龍到七條龍 黃金牌組裡面感覺應該不會太難啦 所以無論如何這帶還是一張好牌 然後接下來這個巨龍的財寶 這是一個 盜賊的一費法術 也是發現一個其他職業的傳說手下 那這張其實 潛在是可以解盜賊任務的啦 盜賊這個市集 道歉 然後因為他是發現所以你可以選一個 比較好的東西 就假設你是龍牌組的話 應該蠻容易選到一個 就是 傳說龍之類的 就是新的傳說職業傳說幾乎都是龍啦 這你應該選不到總理傳說 然後這也會打出一些莫名其妙的COMBO 大部分的COMBO可能是你手上要有龍才能夠觸發 這感覺其實是一張蠻好的牌啦 而且 它消耗還蠻低的 然後又帶有可以解任務的這個可能性 不過應該也是看接下來的配合牌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還有到底你需不需要 就是更多拿到龍的手段 在這個死精藥劑師 四費二五連擊從你排隊中抽出一個死亡之聲手下 並且獲得起死亡之聲的效果 那這個當然就是很看 到底現在 有什麼死亡之聲 好的死亡之聲牌啦 然後你可以拿到哪些這樣 但標準裡面其實沒有太多 好的死亡之聲牌啦 大部分的死亡之聲其實都 有點怪怪的 尤其是盜賊的死亡之聲 所以可能還要再看他們 到底有沒有印什麼比較好的 盜賊死亡之聲牌 你應該不會想要帶比如說像這種東西啦 他跟雷犯壞蛋也不搭 不過其實是有可能就是 因為這個COMBO所以特別組一個 很容易加攻擊的雷犯壞蛋 跟死精藥劑師的牌組啦 其實雷犯壞蛋 假設你可以讓他運作的話他還蠻強的 而且重生跟死亡之聲也是兩件不同的事嘛 新的資料片出來之後應該沒有恩諾斯這種東西 所以像這種死亡之聲可能就 可能就會不夠好 除非你可以 就直接指定比如說 八雜巨怪這種東西啦 就假設你牌組裡面只有 幾張死亡之聲然後死亡之聲 全部都是那些會抽牌的死亡之聲的話 搞不好你可以用死精藥劑師來 特別做這種綠牌效果很強的 就是來幫助盜賊來補足綠牌效果啦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張連擊抽牌的牌 像想想搞不好你可以帶那個 你可以帶競技場彩寶箱啦 我不是很確定盜賊會喜歡這樣做 我覺得應該是主要想要抽八爪巨怪 因為現在最好的死亡之聲大概就是這張 或是比如說這個阿努比薩斯喔 可是你這裡不能選你拿到哪一個死亡之聲 所以其實還蠻討厭的 好現在這個琥珀看守者 然後是五費四六 這樣我是回復八點生命值 然後是一個聖騎士的龍 如你所見這是一張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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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的牌 這張牌真的非常強 以前是一個五費三三機械 然後機械還沒有太多combo 以前長這樣 他現在是一個五費四六然後有很多龍combo的環境 所以這琥珀看守者感覺就強到不行 然後也很讓 也讓聖騎士很想玩控制阿 就是為什麼不玩控制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聖騎士現在沒有道理不玩控制阿 然後他們控制感覺強到不行 我覺得控制龍勝感覺非常非常強 而且聖騎士還有一些OTK的選擇阿 所以我覺得有點沒道理 然後現在這個獵人傳說 這個六費七六的龍 戰吼是全部敵方走下生命值改為1 那基本上是一個獵人的儀式同仁 就獵人有很多那種可以打一點傷害的方法 就是有很多可以叫EE衝鋒之類的東西 那比如說什麼快速射擊阿 有的美的東西 極速射擊阿 所以其實 張牌我覺得基本上就是一個獵人的大姐阿 只是獵人的大姐 通常要嘛就是不穩定性要嘛就是 比較討厭一點像這樣 所以本質上我覺得他其實還算是一張 還算是平衡的牌阿 所以他其實沒有很誇張 因為通常獵人不會想要解很多大手下 獵人通常只會想要解兩個大手下之類的 當對手已經有太多大手下的時候 獵人基本上是很難很難應付的啦 不過當然現在獵人有辦法用這張牌來應付 就是你可以 維拉努斯然後放狗之類 就可以直接全部解掉 雖然那是一個9倍的combo 大概會讓無雙獵更強 無雙獵大概會因為這張牌的強非常非常多 因為你還可以用 劇院來找出更多的清場手段 不過那是兩張傳說的combo 這隻就是一個獵人的清場龍 獵人有一個3倍23劇毒發現龍 可是現在發現也不會吃職業加成啦 不過那個發現龍是有辦法發現到這條龍的 所以那個發現龍大概也是一張好牌 大概可能是一張神牌 因為這張牌的存在 這樣感覺還可以 因為通常獵人只會解兩三張大怪 不過這是一張瞬間反場牌 大概是一張非常強的牌 不過你要到九費才做 用兩張牌做反場 感覺也應該是還好啦 所以接下來是庇護 這是一個聖騎的支線任務 一整回合不受傷害的話 會召喚一個嘲諷的三六手下 這算是一個控制內戰的好牌 或是一個看快的好牌吧 而且庇護也會讓你有更多理由再暫停 你如果用庇護的話 你就有更多理由打暫停 然後就等於說 你一定可以解完庇護這張牌 話說我覺得這一整回合應該是自己的回合 再加上對手回合 應該這樣才算一整回合 可是我不是很確定的 就是譬如說是你掛上庇護之後 才開始算你的回合 就比如說對手有麻風地精的話 你如果想要解麻風地精的話 那你庇護後掛的話 會有差嗎? 我不知道 總而言之就是 暫停跟他非常搭 然後這是一個兩倍三六的嘲諷 基本上應該是一張抗快牌 或是一張兩倍三六的控制牌 因為控制通常 比如說你在打戰士的話 戰士不會莫名其妙去揍你的臉嗎? 或是他也未必有能力去揍你的臉 所以幾乎這張牌 可能就直接就解完了 所以相對來說 這應該是一張蠻好的牌 而且如果你只有在敵人回合 只要受到攻擊的話 其實你做完清場那一回合是會發生的 所以這應該是一張蠻好的牌 因為等於說你還可以把這兩顆水晶 就先存起來 然後在你清完場的時候 對手很難攻擊的時候 這張牌就直接解完了 然後接下來這個一大堆重力牌 虛馬 然後這是一個七費一七一回合結束的時候 召喚一一觸手 直到你的場上的位置全滿 這張牌可以跟那個 黑暗時刻搭配 其實跟黑暗時刻是一張 非常強的搭配牌 我不知道他們有想過黑暗時刻這回事 應該是有想過 因為有一陣子黑暗時刻是一張非常強開放牌 不過這也大概為什麼虛馬是一個七費牌 就是你沒有辦法 順順的虛馬之後 黑暗時刻之類的 這張牌也是一張蠻有趣的牌 因為 假設你召喚那些觸手可以做事的話 就對虛馬來說就很好 就是當然也有東西可以讓虛馬做事 可是它是一些 比較奇怪的牌吧 就比如說中立的這個 教派宗師 搞不好薩滿會喜歡虛馬這張牌 因為薩滿有那個 火蛇圖騰嗎 可是火蛇圖騰也被nerve了 所以相對來說 應該也沒有那麼好才對 你如果有玩最近的薩滿的話 其實他們最近還蠻喜歡鋪場 這個蘑菇血肉塑形者 可是如果對手有清場的話 這七費感覺有點難搭 不過總而言之就是一個combo 就薩滿有那種 這整維斯納的假性嗜血 然後還有真的嗜血 跑笑還在嗎 跑笑也還在 所以虛馬跟這種token類的牌組 其實應該蠻搭的 其實感覺不錯啊 因為它會一直鋪一直鋪一直鋪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另外一張會鋪場的牌 你們就可以感受一下這個強度的差別 就這個希爾雷克 希爾雷克表示難過 雖然理論上希爾雷克可以鋪出一堆2-2或3-3啦 可是你們應該可以感受到這個 這個差別啦 希爾雷克費用比他低 然後也不限定任何combo 希爾雷克還要限定combo 然後希爾雷克可以一直鋪場 希爾雷克只能鋪一次場 我有玩過希爾雷克 希爾雷克真的很難玩 這個炫彩龍蕩 就是秘密發現一個準備孵化的龍類 然後死亡真是孵出來 反正就是死亡之聲會把那個龍給召喚出來才對 應該是召喚啦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特別講是夫啦 不過反正應該一直差不多 我覺得這張其實還蠻強的 尤其是你常常會找到一個 你蠻容易找到一個很大K的龍啦 大部分的龍都還蠻大K 或是一個很強的能力的龍 就比如說一個伊瑟拉之類的 這是一個不錯的死亡之聲啦 這種死亡之聲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你必須要觸發這個戰狂 後來會知道到底他要附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你如果不是直接打出的話 而是用那種我們剛看到 就是盜賊那張牌 那張連擊死神牌的話 你其實是沒有辦法拿到任何死亡之聲的 就我不確定到底會不會運作啦 就死盡藥技師假設你是連擊 然後抽到那個這張牌的話 他應該還是會獲得他的死亡之聲 只是我不確定 假設你先打炫彩龍蛋 就是假設你打完這張之後 然後你再打炫彩龍蛋 指定說你要孵什麼的話 死盡藥技師會不會把那個東西孵出來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這個龍蛋其實我覺得還蠻厲害的啦 也不知道還有沒有一些 可以直接把死亡之聲開出來的方法 對啊有九命獸魂 九命獸魂沒有限定任何東西 所以九命獸魂還是可以直接 直接浮彈嗎 我不知道九命獸魂會怎麼運作 不知道會不會浮到那個戰狐找出來的東西 可是如果會的話 九命獸魂其實還蠻強的 然後還有這種死聲觸發兩次的啊 比如說哥布林整人法啊 假設有些可以直接觸發死亡之聲的牌的話 這張炫彩龍蛋感覺還蠻厲害的 不過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他還是有可能進一些牌組裡面 因為在歷史上蠻多快弓都會喜歡帶蛋蛋類的牌來CounterAOE 就是蠻多快弓那種樹形的牌都會帶一些 像是阿古斯之類的東西來做駕盾的動作 然後這種蛋蛋的東西也很喜歡像阿古斯這樣的東西 或是比如說恐狼之類的 不過就蛋來講的話這其實算是有點太大CAN啦 這些牌都是蠻看META到底長什麼樣子的 好現在這個衛磚龍飛船 一個6分66戰後賦予其他的機械前行直到你下一回合 這張牌其實我覺得是一張好牌 因為你可以決定什麼時候打這張牌嘛 所以假設你想要東西不要前行的話 你可以先打這張牌然後再做攻擊的動作 那他們就會直接現行 這些賦予機械前行有一個很大的作用是 對手會很難用那種直徑性的法術來清他 那歷史上其實有一個很厲害的機械獵牌組 就是這個獨標機器人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飛彈機器人 這combo然後再加上衛裝飛船讓他可以爽爽射一輪 其實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 然後你沒有AOE的話也清不掉 所以就超強 因為合體完之後至少是一個66 所以這件也非常難清 所以基本上這個衛裝飛船其實是有稍微想要來幫助一下這種東西的 然後假設你是做一個大機械的話 星火木也會喜歡這張牌 因為他可以讓他的高生命的東西前行一輪 然後理論上就不會被解掉 然後下人就直接星火OTK 那這邊就有一個一直增加血量的機械 很明顯就是一個不錯的星火木牌 因為牧師就是喜歡這種一直加生命的東西 然後假設他不死的話可以一直治療 然後現在也有一些加工手段 然後他攻擊變稍微高一點然後變比較有用 然後比較容易活下來 然後活下來之後你又可以用北俊 英雄能力之類有的沒的東西來治療他來抽牌 你需要打OTK的前一輪你還可以先打衛裝飛船 保證他一定會活下來或是一個66會活下來 你就可以星火OTK 用這隻來做星火OTK 所以這兩張其實算是有些微的combo的 接下來這張獄龍者 這張我是選擇有方的 可以放一個他的分身到你手中 我們剛剛有講了非常非常多很強的龍 那這張就是其中一個可以幫助你 再拿回那張超強的傳說龍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最多有三個傳說龍者或更多啦 假設你是任務薩的話你可以戰火觸發兩次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回兩張那個龍 所以你可以拿回超多張 然後假設你打孝斗場面上面有龍的話 你就可以會拿回超級多流方龍 就基本上有點在幫薩滿推龍的感覺 然後一般人也可以用這張牌啦 就是獄龍者對一般的龍使用者還是一張不錯吧 因為是把龍放回手中 所以也會讓你那種要手中有龍的combo 比較好觸發一點 可是他自己本身算是一個 有點算是一個假的龍的感覺 一張相對低費牌 所以你可以在低費首先打出來 來戰場面 有點像是之前那個 發現龍的那張牌啦 有點像是這張你的私事學家 可是你的私事學家還是要求你手中要有龍 可是這張是要求你場面上有龍 然後他會幫助你 讓你手中有一隻龍這樣 應該是一張不錯的龍牌啊 再來這個龍後 亞歷史濁沙 這是新的亞歷史濁沙 9費88 然後戰狼是 如果你牌堆中沒有重複卡牌 放兩個隨機的龍到你手中 且消耗為0 非常強 然後這是一張戰狼 所以少斗也會喜歡 對阿 張牌除了強之外還是強 不過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張康特牌 二雲新天公 然後史濁沙 將兩個新天公洗入你對手牌堆中 基本上就是專門來康特這種無雙牌組的啦 而且每個職業都可以用 所以不是只有炸彈獵可以 炸彈戰可以雙雙無 然後康特無雙牌組 二雲新天公也可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設計啦 因為你是用兩張牌康特對手一整個牌組 理論上應該是不錯啦 然後如果說無雙真的很 無雙牌真的很強的話 因為他們又多硬了一張無雙牌嘛 所以你有可能連無雙牌組 自己都會帶這張二雲新天公 可是只有兩張新天公而已 所以對手如果抽到一張新天公的話 可能他的無雙還是會運作啦 不過這樣至少除了戰士之外 其他職業還有一些手段可以來 Hunter別人的這種無雙牌組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選擇 那今天的牌組介紹 新卡介紹 新卡介紹 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們之後再見吧 掰掰